不管是国内的政治大气候使然 还是个人的因素使然 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并不奇怪 我们都知道 高时早苗是日本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这次呢 也是由日本保守派推举出的 自民党总裁的候选人 他本人在过去呢 一贯采取一个对华遏制的这样一种态势 不管是在我国台湾问题上 还是我国的钓鱼岛问题上 都是采取了非常冒进和挑衅的一些 做法和言论 台湾对于日本的关系呢 是非常重视的 一方面呢 希望能够呢 在这个推行台独道路上 得到日本的支持 那么另一方面呢 日本也对台湾有相应的 一个地区局势的一个需求 希望呢 能够把台湾呢 当作跟中国大陆博弈的一个筹码 所以在当下 我们看到日台关系呢 勾结的非常的紧密 那么蔡英文这次跟高时早苗呢 对话呢 无外乎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呢 高时早苗呢 这次呢 作为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候选人呢 现在呢 呼声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又得到了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一个加持 反复强调 这是日本第一百任首相 如果出现个女首相 将获得国际关注等等 所以这次啊 这个问鼎的态势还是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跟高时早苗加强联系 万一高时早苗当选 那么新任日本首相 将对台湾呢 相应的政策呢 会有更加倾斜的 这样一种可能 再有一个呢 即便高时没当选 蔡英文呢 跟高时早苗通话呢 也代表了台湾民进党 执政当局 对日本当下的一种啊 态度 表示亲近 愿意加强相的连结 认可日本的整体的对华的 这样一种思路 所以 这其实也在传递着 一个政治的信号 在以往 台海地区啊 外部势力啊 主要是美国 美国撤军阿范之后啊 台湾民进党当局啊 也认为靠远在万里的美军来帮助 这个能力啊 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 恐怕也是靠不住的 而日本现在频频对华采种强硬的态势 甚至在军事上进行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演习和挑衅 民进党当局认为呢 这样的机会呢 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能够抓住日本 共同对大陆形成遏制 那么恐怕民进党在推行台独的时候 相对呢 他觉得压力就会小一点 所以日台既有过去的这种传统因素的勾结 也有当下相互之间现实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们的勾结只会越来越紧密 当然这种勾结对于台海地区的局势也会影响更大 那么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 包括中日关系都会受到严重的一个破坏